生命的成长是在于不断地跨越 愿跨越的人生成为你每天生活的动力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留头牧师 欢迎你收看跨越的人生 圣经里面讲到夫妻的关系 是一种爱与尊重的关系 做丈夫的应当爱妻子 什么是爱呢 简单地说 爱就是用心去注意对方 真正的爱不在于你送给他什么 乃在于你多用心去关心他 了解他 很多时候做丈夫的和做妻子的 在结完婚之后感觉大不相同 做妻子的在结完婚之后 常感觉到美满生活从此开始 可做丈夫的呢 却觉得终于了了一桩心事 现在可以全力回到工作上 当然一方面事业非常重要 但另一方面让我提醒你 千万不要因此忽略你的妻子 要用心去注意他 不要一天到晚埋怨他的情绪 好像情食多云偶正雨 要明白你的责任就是去关心他 了解他 做妻子的呢 应当尊重丈夫 什么是尊重呢 简单地讲 就要多多去鼓励 要知道男人非常需要别人的赞美 正如同女人需要赞美一样 很多时候做妻子的 在丈夫做得好的时候好像没看见 可他一做错 立刻加油添醋 你这个人脑是这个样子 其实你的丈夫非常需要你的肯定 一个适切的肯定往往就能抓住 丈夫的心 所以我常说夫妻应该就像拉拉队一样 彼此打气 彼此扶持 当对方做得好的时候就要称赞他 当对方表现得不理想 就要鼓励对方说下次再来 夫妻若是能按照圣经教训去遵循的时候 他们的婚姻生活必然能耐 也上帝祝福